回自国为做三次核酸 这是咱们伟大的祖国的大使馆 指定的核酸的检测点 做一次核酸 就是我如果要回国 我做一次核酸 140美金 我如果要回去呢 我得做三次 还不包括抗原检测 那也就是说我回自国为做三次核酸 我要花多少钱 三次一时啊 三次一时啊 那是四百二 给花四百二十美金 然后做三次核酸 在国内呢应该就三十五千人民币 哎呀我也不能说什么了 我只想说操他妈的打倒贪官物理 这是咱们伟大的祖国的大使馆 指定的核酸的检测点 做一次核酸 就是我如果要回国 我做一次核酸140美金 我如果要回去呢 我得做三次 还不包括抗原检测 那也就是说我回自国为做三次核酸 我要花多少钱 三次一时啊 三次一时啊 那是四百二 给花四百二十美金 然后做三次核酸 在国内呢 应该就三十五千人民币 哎呀我也不能说什么了 我只想说操他妈的打倒贪官物理 在国内三十块钱一次啊 有的时候还不用花钱做核酸 那就是三次九十人民币 这个要四百二十美金 是吧 六点多吧 你按七算 两千九百四十块钱 是吧 往少点算 两千八百八十块钱 在中国国内是九十 至少三十二倍 国内有时候还不要钱 当然实际上 也花的是你的医保 医保基金 也花钱 这就是中国啊 我们再看看这个 先帮你把写分下来 您学的力度 是南京农业大学的 文学说词 本说的都是在 南京农业大学 目前在推表 先帮你把写分下来 您学的力度怎么样 好朋友 说一个研究生 去那种低端服务 也以后你得 带上一个中处 属于我们中国的 一个传统文化 这个行业维生 我是比较认可的 它真的不笔的 都是 卫生上代价值的吗 没有什么高低低 这女的 南京农业大学的硕士 结果给人修脚去了 这种情况非常多 这个现在就业 就是拼爹呀 对吧 拼爹拼老爷 拼舅舅 对吧 那个人家有的人 根本就那工作 上不上班都两可 或者想上班 早就安排好了 党政是吧 党政领导机关 央企 对吧 或者直接就出国了 拿着 贪污来的几百亿 几千亿 对吧 你普通老百姓 就是韭菜 奴隶 放回来 你 你